香港住宅供不应求,今年在疫下表现依然理想,反映主要屋苑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,CCL。 最新报187.75点,虽然按周回落0.31%,但今年累计升幅于6%,其中新界西指数更勁标近11%,跑赢大市,业界预期,短期内流价继续在高位反复增持,明年春节后走势才会有突破。 参考CCL8大指数,计上周六得7升1跌后,本周则7跌1升,持续于高位增持,当中,除了港岛二手指数按周升1.34%外, 其余七项指数本周分别回落0.06%至1.17%。 今年领将大市的新界西指数,最新报176.85点,按周下跌1.17%,若与去年底比较,今年累升10.9%跑赢大市。 值得留意,政府今年10月初发表的施政报告,内容包括北部都会区规划愿景, 新界西北二手屋院借势炒上,造价频频破顶。 中原地产库区域营业经理黄勤学透露,最近不少买家偷步入市。 元朗区二手频六高价成交,最新为Grand Yoho的九座高层B室两房户。 实用面积592房尺,开价1100万元,最终反价10万元,以1110万元沽出。 创同类单位新高价,实用尺价18750元。 新界东指数最新报200.19点,按周跌0.95%,今年累升5.2%,市区留价相对落后。 九龙指数报181.96点,按周跌0.63%,今年紧升3.75%跑书大市,港岛指数报193.56点。 今年累涨4.11%,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黄良星表示, 人民银行本周一六日宣布于12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.5个百分点。 对本港楼市的影响将于12月下旬公布的CCL开始反映。 他预期短期楼价继续在高位反复增持,直至明年春节后财会有突破。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指。 人行全面降准,市场资金充裕,加上金融市场回稳,疫情放换,种种消息都有助刺激物业交投。 多个大型新盘趁圣诞前推出,可望带动整体气氛。 据该行统计,十大屋苑本周末6562组预约体楼,较常周末再多1.6%,年升5周并创近7星期新高。 该公司首席分区经理杨文杰称,则如冲康而花原本周预约体楼量690组。 按周增加12.5%,该屋苑放盘每方尺实用叫价1.82万元。 按周升1.1%。